我上了中国美术史,白维老师的课 我现在的艺术学院好多课我都上了两遍 我在选一双之前我就选过 然后等我选了一双之后要拿学分我就再上一遍 再上一遍也觉得很有意思 我是因为出于兴趣爱好我就选了一双 因为其实这个专业给人感觉好像他对你以后找工作啊什么的 也没什么实际的用处嘛 但是因为我觉得艺术特别有意思 就是完全出于兴趣就选了这个专业 我的博士论文是做这个18世纪的一个图像叫拉奥孔 然后以他来看这个也是看18世纪的这个古典艺术理论 这个也是我从本科开始就那个时候就学双学位嘛 然后就写论文然后 德西一向就是把哥德西勒当作最高的这个理想典范啊 都是这个非常的崇拜 那我们都学哥德西勒很自然而然的就走到这个方向上去了 有一个国内的老师他出了一个单词书 然后呢就想那个编辑呢他想那个编辑也是我的同学啊 他开始的出发点是想出一个萌萌的德语 就是书的名字叫萌萌的德语 主打就是很萌的 然后就想让我给他画一些萌萌的插图 我就好 那就给他画了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出出来 嗯 可能他的这个萌萌的概念被被否掉了 但是那些插图还是还是有拿去用吧 嗯 我给他画插图也是匿名画的 就我的学生老问我去哪卖那本书 我都不告诉他们 医院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小院期 然后我们的学生也不多 然后我们老师也嗯 也比较少 但是你像几乎所有的学生 我班上的学生我都认得 然后互相之间他们也都认识 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已经跟北大很多大学系不一样了 然后你像我们的这个做这个学生工作的那些老师啊 有时候碰到一些什么情况去找我们院的学生 就他们真的很很厉害 我觉得所有的学生都认识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大家的关系比较紧密的体现了 然后氛围也很好 就是老师们之间都很友善 嗯 你接受到很多的善意啊 包括你接受到很多的温暖 你就很想把它能够继续 我觉得我自己对学生我也尽量的希望能这样 这人与人之间其实并不光是老师和学生啊 然后你毕业了我们就再也不认识了这种冷冰冰的关系 我觉得就是社会我不知道啊 但至少在校园里面我们是可以有就像家人一样 就像朋友一样 我现在是觉得当老师了才知道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有时候 其实我觉得北大的学生是很幸福的 就但是可能自己当学生那时候感觉不到 我觉得北大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学校 就是如果特别文艺的说 我觉得北大是一个有灵魂的学校 因为不是每个学校都像北大这么鲜火 像我我也在别的学校上过学 然后我之前像找工作呀 然后开会呀什么的也去过很多别的学校 但是北大可能是哪怕在全世界来看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学校 我不知道你们读没读过这个卡夫卡 他写那个变形记的时候 他说人他是会异化的在这个世界里面 但是北大是一个打从心里面 我觉得北大的老师都是很爱恶学生的 绝对没有说对学生有恶意或者有不好 然后当老师之后还会觉得可能我比较年轻吧 自己没有孩子啊 如果我有孩子我可能更有经验一些 怎么对付小孩 有时候有一种提前当爹当妈的感觉 就是跟学生待在一起 也挺有意思 但是我很喜欢跟学生待在一起 我觉得跟学生待在一起 会让自己心态比较年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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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